现在是清晨的遭阳 我们行驶在Armafi Coast 也就是SS163这条海滨的道路 现在我们是遭阳 太阳正在我们的正前方 我们沿着这条小路 现在进入Armafi小镇 Armafi小镇是Armafi Coast里面 最中心的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在这个小镇的探务 这个转盘这儿打个转 这附近的这个豪华领馆非常多 我们接着往前 这种树呢 海滨的这种树呢 非常的优雅 它就叫做伞松 那么它的形状像大伞一样 所以叫伞松 海边各种颜色依稀错落了这个房子 虽然呢 尤其呢有一些斑驳 当然仍然不失他们的这个封面 这是Armafi Coast 这个地方呢 可以坐渡轮呢 去东面的Saland和西面的Post Eternel 这是回看Armafi小镇 沐浴在清晨的遭阳之中 这个时节呢是秋季 可以看到各种鲜花仍然在盛开 然后同时呢 这些红叶啊也开始发红 显露着秋天的气息 你看到悬崖边都是红叶 我们现在离开Armafi镇之后呢 不远边上有一个小镇 非常的漂亮 就是前方的Artrini 过了这个隧道呢 就可以看见Artrini了 好了 在这个隧道过完以后啊 美丽的这个Artrini啊 就显露了出来 Artrini呢 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悬崖上 所以它为了稳固这个峡谷啊 它是建了很多这个寒洞 这个标志性的粉色的这个教堂啊 非常的漂亮 我们缓缓的驶入 教堂边上的悬崖边小路 这个边上呢 就是悬崖 开的时候呢 小心一点 好了 那么使我这个弯以后呢 又是进入另外一片Artrini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那个教堂 我们使用的是车顶上的车载的360啊 所以可以环视整个部分 这是回望这个Artrini的教堂 粉色教堂 清晨的阳光非常的这个温暖 那么照在11月的这个意大利啊 不冷不热 非常的惬意 好了转过了这个弯呢 我们前面呢就驶入另外一个小镇 叫Minor 现在这个视频的加速呢 是三倍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到Minor小镇 这个小趟啊非常漂亮 那么在我的眼光当中呢 这13个海滨小镇呢 就越是小的镇呢 就越是好看 而相对来讲比较大的那些镇呢 这商业化气息呢 比较浓 我们前面过了这个Minor小镇以后 有一个叫Minor 我们前面呢就驶入这个Minor 这个Minor比Minor要更大 那么商业化气息呢 更重要一些 我不大喜欢这个Minor 我更喜欢Minor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海滨呢 就是这个Minor 边上的那些房子啊 明显的多了很多 我们现在是旅游的淡季 大家可以看到SS163的路上的车呢 还是比较可以控制的 开起来呢还是OK 在旺季的时候 估计就非常难 好了我们刚才在Minor打了个转 现在呢回头 这个Minor的这个西面呢 我们现在头顶上就是那个城堡 所以刚才这个Minor的汽车呢 没有太使劲去 因为我觉得呢 风景是一般般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海滨的小路啊 这个SS163呢 接着回这个Minor 这个Minor和这个Minor 非常的这个confused 在英文上面也非常的详细 汽车呢缓缓地驶路这个Minor 可以看到 阿马菲扣斯的这些小镇呢 全部都是依山而建 所以呈现出一种 层层叠叠叠的梯田的这么一个状态 去过五渔村的朋友 大家一定可以看出来 这个非常的相近 五渔村的这个密度呢 更大了 刚才呢一散而过的呢 是Minor里里面的一个 很有名的教堂 它隐藏在这个 这一些居民房当中 两边都是住着高大的 法国梧桐村 我们现在呢就缓缓地驶入 Minor里里的最核心的地带 两边的这些小楼啊 彩色的房子啊 零次截笔 那么大家在阿马菲扣斯的开车呢 最好还是比较小的车 比较方便 操纵起来比较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这路都非常狭窄 尤其在短弯的时候呢 车大的话呢 车的车头和车鼻子 就是容易这个看不清 好了我们过了这个Minor里里之后呢 现在重新回这个Trainney 其实这几个非常漂亮的小楼 Minor里和Trainney和阿马菲 相隔的距离都非常的近 好了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呢 稍微有一些加速 大家可以看到两边这些 景色呢一闪 Minor里和这个阿马菲扣斯之间呢 大概有一个五六公里一样 这一段路的开呢 是比较狭窄的 我认为在Minor里和阿马菲扣斯 以及在连接阿马菲扣斯 那个Town 那么这个路呢是非常窄 但是景色也是最好的 大家在开这个路的时候呢 游戏和大巴的交错 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我们一管过这个外 现在又要回到非常漂亮的 Atrainney小楼 大家可以看到 哇哦 可以看到 这个教堂又出现了 又回到了这个 Atrainney粉刺的教堂 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淡季呢 周六周日交通状况是非常恶劣的 但是周一到周五呢 还是比较OK的 好了我们在这个教堂下面呢 缓缓地驶过 那么一闪而过呢 过了这个教堂以后 就是这个Atrainney小汤 那个Atrainney小汤后面的那个尖尖的山峰啊 上面有一个古堡 那么古堡的后面呢 就是Armafita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是大巴经过 一般都让它一下 因为有时候 我这个车呢 都比较大了 有时候确实很难判断 和它的距离 我这个崖壁之间的距离 驶入这个隧道以后呢 这个隧道是不能走人的 他们为了方便这个行人的行走呢 他们从Atrainney到Armafita呢 打了一条人形的地下隧道 大家走那个隧道 直接穿过去呢 会比较方便 那么刚才一闪而过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才这个人形隧道的入口 好了经过这个海岸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古堡 这个城防啊 我们一闪而过 你看 Armafita呢 就出现在前方 秋色 依稀可见 某有意的把这个汽车的速度 我现在减慢了一下 然后拍摄的呢 更加的硬 更加的舒缓一些 这个在旺季的时候 下面这些海滨啊 上面都是铺满了这些 晒的那些人流 而现在呢 他们已经把那些躺椅啊 阳伞啊 都已经收起来了 立出来什么海滨呢 本来的这个样子 那么有的人呢 比较喜欢 这种 出满了这种 阳伞啊 这种状况 那这我还是比较喜欢 一种自然的状态 那么这些 非常优雅的伞松呢 像伞一样的那个松树呢 沉心的眼前 这又回到了阿玛陛湯 这个核心的港口一带 那么我们觉得 刚才呢 是顺光的拍子 阿吹你 当阳光起来了以后 我们决定呢 这个时候又返回啊 去附近的这个 Ravolo小镇 那么去Ravolo小镇呢 不可避免的 又要重新的 经过这个阿吹你 Ravolo小镇呢 是在阿吹你的上面 我们这时候光线呢 已经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我们这个逆光而上 我们看看这时候呢 这个 特别是这个 你喜欢的这个 阿吹你小镇呢 我们在这个 墙的光线下面呢 这个颜色 是不是会更加漂亮一些 我们清晨的时候呢 已经走了阿吹你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重新的又在 太阳升起以后 再回阿吹你 看一看 又过了这个标志性的 分界的城堡 前面的这个阿吹你呢 你看 已经看见了 在我右手边 过这个隧道 蔚蓝的大海啊 那么地中海的这个蓝呢 是非常的 蔚蓝 英文叫Azure A-Z-U-R-E 蔚蓝 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阿吹你叫他 再一次的 显示在眼前 这个时候你大巴 和行员 你看都在这儿 实际上你对你开车呢 还是蛮大的压力 特别是这些摩托车啊 完全的不遵守教 就是这些摩托车啊 这个摩托车呢 这个摩托车呢 那么另外说一点的话呢 这些悬崖边上的都是有人行步道的 你可以从人行步道上来参观这些 从高处来参观这些套的美景 很多好的照片呢 就是在那些悬崖边的人行步道上拍摄 当然我这次呢也徒步了很多 拍摄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我们离开了阿玛菲小镇 一路向西呢向Porsetano进发 那么在到达Porsetano之前呢 还有一个小镇非常的漂亮 边上这就叫做Vetica Maggiore 这个小镇呢在边上有两个这个教堂 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看西洋 我们头一天呢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了漂亮的落日 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Vetica Maggiore小镇呢 往前接着进发那么下面一站呢就会到达我们此行最为著名的小镇 叫做Porsetano这个Porsetano这个小镇呢这个旅馆非常的难顶 我即使是在淡季提前了半年呢也都没有顶上 这个小镇的旅馆其实是非常的多 价格非常的昂贵 但是仍然是供不应求 这个时候在右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看到了这个层层叠叠的这个Porsetano小镇的这些旅馆 画画绿绿的旅馆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人停车呢 基本上是比较无序的状态 那么车呢车头车尾两边呢是随便的乱停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一个规则 Porsetano小镇呢是建在这个峡谷里面 我们现在呢往峡谷进方要经过一个很大的转弯 我们这个时候下面和深河的前方都是这个峡谷两边的间调 我们前面呢正对的这个峡谷里面有一条非常有名的步行道 叫做上帝之路 叫做Path of God 我们呢在头一天呢已经成功了完成这条徒步 这条徒步的线路呢还是非常的优美 可以看到整个这个Amalfi Coast的海边 建议大家有经历的话呢 可以去走一走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汽车转在了这一边 我们可以回头看呢Porsetano小镇的东侧 你看马路边上随处都是自拍的人 好了我们就要经过这个大转弯了 那么需要跟大家指出的是意大利悬崖边的这些山的这个岩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那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岩石啊像那个钟乳石一样被风化成一个大洞 可是在这个悬崖的大洞顶上呢居然有人涵然建防御 可见这个岩石呢是非常的健康 所以当时他们在修建这个SS163 Amalfi海滨之路的时候呢 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人力 动用了很多很多的炸药 那么才开出来这么一条窄窄的山路 我们经过了这个大转弯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峡谷的深处 而Posetano小镇的这些建防都在峡谷的峡谷口上 也就是这个入海口了 Posetano小镇呢 Posetano小镇呢我觉得商业化太过于明显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呢就是Posetano小镇里面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韩国人 那么甚至有的商店呢是韩国人开的 他们上面悬挂着韩国的国旗 那么当然在这个小镇里面呢有大量这个韩国人 那么具体的原因呢我确实不是很明白 反正总之一句话呢就是韩国人特别的多 我们现在沿着这一个这一边的山路啊 已经可以回望这个Posetano了 好了你看下面的这个入海口呢Posetano的这个已经显露了出来 那么身后的这个大山呢就是我刚才之前提到的Pas of God上帝之路的徒步步道 哦看对面的公共汽车过来了他们鸣笛 在这个地方道路非常的狭窄 所以公共汽车呢经常性的鸣笛呢 仅是这个弯道处或者看不到的地方呢 汽车注意它的到来 好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风景点 我们呢在这呢短暂的停车呢拍摄一下Posetano的全景 好 好